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帕亚特州第23集 总算是安定下来了 那么我又可以跟大家继续更新视频了 这一次我们是从洛杉矶连夜开车 前往了北加圣河赛 我们准备在San Jose当地的非常著名的杯101赌场 好好打一场现金局 那么其实我出国以来带的第一个城市 就是湾区的圣河赛 我在这边待了将近六年的时间 所以一下回到这种老地方 发现一切好像都跟昨天一样 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就会想起那种年轻的时候 那种肆无忌惮的风 肆无忌惮的玩的那种状态 一转眼就过去了那么久了 真的是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那么当然来到圣河赛 我一定要去我最想去的一个餐厅吃 那就是西贡渔港 在桑尼佑的西贡渔港 这家餐厅真的是宰满了我满满的回忆 这家餐厅真的太棒了 我觉得湾区的小伙伴应该都来过这家店 那么九足饭饱以后 我们当然就要干正事了 我们直接一脚游开到当地的杯101赌场 我认为这个杯101赌场是在湾区来说 应该是最好最新 而且Cash Game是最有意思的一个赌场了 比起其他的Matrix 8或者Lucky Chance来说 我觉得这边的Action会更深一点 他们的买入也是非常的深 所以有很多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我是非常非常渴望在这边能打低手牌的 那么我们坐下来呢 是玩了一个235有三个盲主级别的桌子 他们的Max拜印是800块钱 我们其实是想打更深的桌子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桌子只有一桌 而且人太多了 那我们来到第一手牌 我们在中央拿到的勾勾 我们选择的Open25块钱 只有Button这个女生选择了一个跟注 所以我们两家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4710两张黑桃 我们的勾勾暂时是一个超队 但是我们的勾勾没有黑桃勾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项下注 来保护一下我们的超队 然后去拿一些他们买牌的一些价值 那我们选择了一枪C-Bite20块钱 行动到了这个八在位的女生玩家 他想想之后呢 蹦蹦蹦蹦蹦 拿出一碟筹码 直接在一个单挑尺里的这个面 对我们进行了一个Race 他Race到了80块钱 那么我们行动到了我们 我们想一想之后呢 我们觉得我们的超队不能一枪就丢掉吧 而且呢我觉得他有很多的重要牌 这种都可以对我们进行Race的 我们觉得呢这时候我们再反过来做他进行一个三拜的话 可能就是能接住我们的牌都太大了 所以呢我觉得呢平跟啊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了跟住两个人去看一枪转牌 那么转牌呢是一张对我们来说非常丑的一张黑桃K啊 这个时候呢这个钱能花到了 而且呢又出现了一个帽子啊 那我们选择了一个过牌控持 这时候呢女生啊并没有选择停降 而且呢是直接啊直接下注一个半池多的一个下注啊 是120块钱 那么行动到了我们 我们这时候啊就是感觉要赢也是赢抓鸡啊 但是呢我们后手看了一眼啊 这个女生后面还有250块钱 如果我们靠了这个110的话呢 他合牌就all in那我们还得支付他 所以呢我们想了想之后啊 就把我们这个勾勾啊很遗憾的foil掉了 哎呀这弯曲的女生都这么凶的吗 第一把就把我给打掉了 那让我们来到下一手牌 我们在枪口加二位啊拿到了一手AK啊 这时候呢枪口选择的open15块钱 行动到了我 那我当然要做一个三不败的隔离了 那尺度呢其实我觉得瑞斯到一个60啊 6570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 能跟住的应该都能跟住 他们应该不差这5块钱10块钱 但是呢我只紧啊去瑞斯了一个60块钱啊 一个4倍左右 那么所有人呢都选择了一个气牌 然后枪口呢想都没想啊 直接选择了一个跟住 那我们两家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K44彩虹面 枪口选择了一个过牌 我们觉得这个面啊就是太大了 我们根本就拿不了什么v6啊 所以我们也选择了一个过牌 希望他的合牌来投我们啊 结果呢转牌又是一张方片4 这时候呢枪口选择了一个五分之一 左右的下注下注了一个25块钱 那我们呢就觉得我们已经基本是稳赢了呀 然后呢我觉得想继续让他去glove我们啊 所以呢我们还是进行选择了一个跟住 结果结果这个低了是真的是无敌啊 真的无敌他又发了一张4啊 这面上是4的胯子啊 那我们幸亏我们有一张A啊 要不然我们这个K的封号材被盖掉被超车了 那这个时候呢他选择了一个枪口选择了一个下注 我们反raise他他snap call啊 我们真的是很无语很无语的啊 说出我们的AK 对面是一手A圈啊 我们就把这个钱给超不掉了 我真的无语 冲着他笑一笑超敲桌子 nice hand 让我们继续来到下一手牌 我们啊在枪口位拿到了glove圈off suited 我们选择了一个open 20块钱 枪口加1选择了一个跟住 枪口加2呢也选择了跟住 那么赔率不错啊 估计是要小比较带对了 结果呢这个button也选择了跟住 小盲啊跟大盲选择了起牌 所以我们四加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390彩虹面 我们的勾圈呢 有一个两头要抽nice的机会 而且牌有两个高张 自然而然呢要做一枪C败了 我们选择延续下注一个半匙 45块钱 枪口加1选择了起牌 这时候呢行动到了枪口加2玩家 他看了看牌 他是一个老头啊 他已经紧了很久了 这个时候呢 他直接说出了一个all in 不如把自己手里的200块钱推了出来 那么呢他all in之后呢 button选择了起牌 那我们培育这么好 自然而然选择了一个跟住 那我们就来看跑码吧 那么转牌呢是一张3 合牌啊是一张勾 我们售出我们的勾圈啊 老头是非常的生气啊 直接骂街了 因为啊他是一个90啊 他是runner runner 他的两队被盖掉了 他的顶两队 他flop是90两队 然后一张3把他盖掉了 然后river一张勾 我们直接超车啊 这个dealer这个小拐筷还挺帅的 直接把筹码全部都给送过来啊 赶紧赶紧打个线打个线 让我们继续来到下一手牌 行动啊一直follow的这个cut off玩家 他选择了open15 我们在这个大王位看牌啊 我们有一手勾十 这个不通话 选择了一枪防守 两个人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三十勾彩虹面 我们预计非常好啊 中了一个顶两队 这个时候呢 我们选择了一个过牌埋伏啊 然后cut off选择下注的一个三分之二 20块钱 行动到了我们 那我们不想慢打了 是直接把这个paw赶紧拉起来啊 我们选择直接一个check raise 到了80块钱 那么行动啊 又到了这个cut off玩家 他想想之后 没想多久啊 就选择了一个跟注 那我们觉得这把pa 是能打起来有点意思了 我们两个人去准备 去看一个转牌 那么转牌呢 是一张非常丑的一张方片k啊 有很多的 比如说像k勾啊 然后k10啊 ak啊 这种k圈啊 a圈啊 很多种组合范围都跟这张k有相关啊 我们的这个石钩啊 其实可能已经从胜率上已经被拉低的很多了 所以呢我们选择了一个控制过牌 然后这个cut off也选择了一个过牌 所以我们两家去看一张合牌 合牌呢是一张最丑最丑的一个梅花酒啊 那我们已经是单张一个单圈成顺的一个面了 那我们自然的更不敢下注了 我们选择了继续的一个过牌 哎这时候呢这个cut off直接拉满200块钱 直接打了一个满池啊 那我们在这里呢是不会觉得 我不觉得说这个cut off玩家会去拿他的一个什么AK去转 bluff啊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圈的组合啊 像A圈啊 K圈啊什么勾圈啊 就任何这种跟圈就掺边的牌 我觉得都到了 所以呢我们想想想想想 还是非常难受啊 但是这个机感觉真是抓不了啊 虽然我很喜欢抓机啊 哎弹弹弹牌直接把牌mark掉了 那让我们继续来到下一手牌 我们啊在枪口位拿到了一手非常漂亮的牌啊 KK 我们选择了一个open 20块钱 行动一直负牌 跟我们刚才交流过的那个女生啊 那个女生选择了一个平跟 他跟住之后呢 button选择跟住大小猫气牌 所以我们三家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A 勾圈两张草花 哎这个面我们这KK看着这点脑雨雪啊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顶这个面进行一枪C-Bite 毕竟是我们的范围嘛 我们选择下注了一个三分之一左右的一个这个彩池啊 25块钱 行动到了cut off那位女生 这位女生呢又是同样的动作 她又来了 我看着她拿筹码我就有点头晕啊 她又是贴身对我们进行一个race啊 连手法都是一样的 先拿出几个筹码点好 直接boom推出来 那她对我们进行这个race啊 她race到了70块钱 那么这个button选择的气牌 这个她每次race都race到我们这个心坎里啊 我们是真的有点头疼啊 那这个面呢我们也没办法啊 毕竟我们还有一个后门的这个顺 后门的花跟顺子的听牌啊 我们觉得我们kk不一定大 但是有后面的机会嘛 而且也不能每次都被她搞啊 所以呢我们选择了一个跟注 我们两个人去看一张转牌 那么转牌一张梅花4啊 我们还挺开心的 我们觉得我们有后门的NAS花跟卡顺可以抽啊 挺开心的 这时候我一看牌 哎不对我不是梅花k 我是一个黑头k 哎呀没有办法 有点头痛 拆拆再打我就要掉了可能 那这时候我选择过牌 没想到呢这个女生呢也选择过牌 我们两家去看一张合牌 合牌这dealer还是厉害啊 她直接是发了一张10 那我们这个卡顺是成功了呀 那这时候我们觉得呢 这个女生呢她可能有一些两对的牌 比如说A勾A圈啊 在这个或者这个什么勾圈啊 然后我觉得她不会有花 因为有花她在后卫这个转牌 应该不会选择一个过牌了 那大概率呢 她应该是一个两对左的一个牌 她也怕这张花啊 所以呢我们想了想之后啊 我们觉得我们这边啊 这个顺子是够大的 所以呢我们学竟下一枪满池 满池下注了一个190块钱 那么行动到了这个女生玩家 女生呢想了想 哎呀哎呀有点烦 有点烦 感觉啊这把是打到她心坎里了 我啊这个是后卫超车 他直接晾着 把她的A圈收给了 付给我啊 那我也是Race Bag这位小姐姐啊 把我的KK发出来了 还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这个掰的逼你了 那么打完那个炮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桌子实在是太紧了 打了一个多少时呢 Action也没什么 最大的炮也就是500块钱 所以我们赶紧换了一张桌子 因为这张桌子 感觉大家的筹码量比较深 我希望能玩一玩啊 看看运气根本就能能变好一点啊 那么这把牌呢是这样的 很多个Limp啊 一直Limp Limp Limp到我在button位看牌 有一手勾勾 是一手不错的牌啊 那么我们想想 我们要做一下隔离了 而且位置也很好嘛 所以呢我们直接Race到了一个30块钱 那么我没想到的是啊 所有只要我能Limp我就能call 咚咚咚咚咚咚 小白掌一带队 小芒给坑住 大芒跟住 然后中卫跟住 这卡套夫看了看牌 嘿 冲我一笑 那我也只能跟住了 所以啊 我们五家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 五九十三张黑桃 我们的勾勾呢是一个超队 而且还有一个抽勾花的机会 一个不错的牌啊 结果我想没都没想的时候 这个小芒 第一个行动小芒直接档 一个档和一个一百块钱 那么他档出来之后呢 这个大芒 气牌 中卫 也气牌 这个卡套夫也气牌 他们可真年 都是什么手牌质量 反正这呢 形容到了我们 那我们这个一枪这个档 我们这么样的一个牌 一点是走不了 我们这个超队 而且还有抽勾花嘛 所以呢我们选择的跟住 两家去看一张转牌 转牌一张红桃八 我们的牌力啊 进一步提升了 我们有一个抽勾花 两头要要抽顺 而且是个超队的牌力 这个时候呢 小芒几乎啊 推出了他的所有后手 大概有三百多块钱 那我们当然是一个秒跟啊 我们以为他是其实是all in啊 但是这时候第一个跟我说 哦他不是all in啊 他没有说all in 他手里还有三块钱 所以呢我就有点无奈啊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种情况 但也无所谓 我call都call了 那剩三块钱 合牌出啥 我也是要跟住了 所以呢我们就是跟住了 他这个三百二十五块钱 他手里还剩三块 我们啊就说去看合牌 那么合牌呢 是一张无关章啊 方片三 那他那三块钱 他就选择了check 我也不想说要他那三块了 我们也选择了一个过牌 那他售出了他的一个勾八啊 他在flop是一个两头摇 然后探上中了一个八 那我们售出我们的勾勾 我们拿下了这一个九百块钱的采持 挺开心的 这么多筹码过来啊 那我们发现啊 这一桌的玩家啊 比上一桌啊是年很多啊 他们很爱跟住啊 动不动就是一个三四个人的那种采持 翻后啊 所以呢我们的决定啊 就不管不留情面 我们拿了一手A勾啊 很好的牌啊 我们选择了一个open 25块钱 那么后面呢 是有这个cutoff选择跟住 Budden选择了跟住 然后前面的这个中卫啊 这个limper啊 也选择了一个跟住 所以呢我们四家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A6勾两张红桃 我们的A勾啊中了一个顶两队啊 那么行动一差给我 我想一想啊 我觉得这一桌人啊都这么的黏 我觉得他们任何一个买顺的呀 这种卡顺的呀 买红桃的呀 有A的人啊都不会起牌 所以呢我们直接也不管了 直接下注这个三分之二才吃75块钱 我们想拿所有的这些的价值啊 我觉得他们只要有牌就会选择跟住 只不过呢有点遗憾的是啊 这些三个人啊是都没有中任何有关系的牌啊 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的跟住 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啊 因为我发现这些这些人只要有牌就会靠 所以呢如果能跟住我的这个75的话 我觉得转牌跟合牌 我应该能拿到不少的价值 但没关系啊 收拾也是很开心的件事情嘛 那让我们继续吧 来到下一手牌 这手牌呢 这个枪口啊 选择了个Limp 5块钱 然后枪口加1呢 选择了一个Open 30块钱 一直复牌复牌 我在小盲看牌 拿了一手勾圈off 是一手还不错 翻后很好玩的牌啊 所以我们选择了跟住 我们跟住之后呢 大盲棋牌 这个枪口啊 选择了一个平跟 所以我们三家 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789彩虹面 那我们有一个卡10的纳瓷的挺牌啊 我们选择了一个check 然后枪口选择了check 枪口加1也选择了柴子 所以我们三家 一起去看一张转牌 转牌 这个dealer真的是厉害 一张方片10 我们直接卡到了 我们最想要的纳瓷啊 那我们赶紧啊 是隐藏自己的开心啊 下注了一个很小的注码 35块钱 我们想去找一找 有这个6啊 有勾的人啊 那我们下注35块钱之后呢 这个枪口玩家 选择了一个跟住 那么行动到了枪口加1 也就是翻前Open的那个玩家 他直接对我们进行了一个raise 他的raise到了130块钱 这时候我们心里啊 其实已经很爽了 那我们就是这边玩玩筹码 把眼睛啊 是这个往他的这个筹码堆里 已经开始瞟了 那我们看了看 他大概呢 还有八九百的后手啊 所以呢 那我们决定啊 对他进行一个再次加注 不然啊 我们怕盒牌啊 我们是打不光的了 那我们就是想想之后呢 直接对他进行一个再次加注 我们拉到了400块钱 那我们推出400块钱之后呢 枪口选择了气牌 我们推出之后呢 这个枪口气牌之后啊 枪口加1直接推出了全部后手OE 那我们真的是就开心坏了 就是筹码之后直接扔出去 这样直接跳起来靠啊 那我们跟住之后呢 这个盒牌啊 是一张弓对石 我们心里其实还咯噔了一下 但是呢 我觉得他应该也应该是一个勾啊 我们已经读到了 那他售出了一个A勾啊 很开心啊 那我们售出我们的勾圈 他的脸色啊 真的是我看到 都跟那个两块钱的筹码一样 是绿了起来啊 那我们成功啊 是这个把它消互了 直接抬走800多块钱拿到手里 那让我们继续啊 来到下一手牌 这手牌啊 我们在这个中位拿到了一手还不错的 分后很有意思的牌啊 A6 红桃 这把牌啊 这个枪口啊 是一个刚才啊 输了一个大怕的人啊 他就是一旦骂人啊 骂敌人发的不好啊 所以很上头的状态 他直接在这个枪口位 选择了一个open 40块钱 一个比较大尺度的open了 但是呢 我们觉得我们这A6啊 是一个不错的牌 而且他是有上头的状态 我觉得他的牌力并不一定非常的强啊 所以呢 我们拿A6啊 选择这个平跟 其他人呢 都选择这个气牌 所以呢 我们两家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368彩虹面 我们击中了一个中队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枪口啊 想了想了 之后直接 哎 将近一个超池100块钱 那我们这边啊 就是 其实还是觉得他没有 他有很多那种两高张miss啊 只不过我们占了一张A 他AK的几率会小一点 但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牌啊 不过呢 我觉得这种 这种一个满炮 啥都不看 然后 而且他是那种上头的状态 我觉得拿这张6 靠一枪也不为过吧 他有很多的miss啊 那我们选择了一个跟注 两人去看一张转牌 转牌一张红桃10 这时候呢 枪口想了想之后啊 还是选择了一个下注啊 他选择了下注一个 还是三分之二左右啊 200块钱 那么我觉得呢 如果把它放在两高上的话呢 这张10对他来说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而且呢 有很多这种什么79的卡顺的范围啊 我一直在跟注嘛 所以呢 我不觉得说他 还能拿一些什么牌 来进行一个下注了 所以呢 感觉他是想把我打走的样子 这个时候 我也有没有那种预感吧 所以呢 我选择了继续的一个防守跟注 那么盒牌呢 是一张这个草花5啊 面上超级湿润的时候呢 他继续选择下注的一个20块钱 那我也有点无语啊 我不知道 我都跟了这么久了 那我觉得20块钱 给他看看牌吧 所以我们选择了跟注 那他售出了一个6勾啊 这果然是上头的状态 那我们拿A6把他抓了个正招 好 又收了一个很大的彩池 很开心 那么我们收了那个彩池之后呢 筹码量已经大概有2900左右了 所以呢 我们买入了800水上了2000多块钱 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所以啊我们就打包 哎 开哨准备啊 享受这份蛮得的一个快乐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加州的这个收官之战啊 我们已经是很满意了 嗯 在下一期视频以后呢 我们就要彻底的在波士顿跟纽约的排局 进行一些较量的战斗了 相信啊 也是做非常的精彩的 另外啊 这胖呀 非常非常给大家说声抱歉啊 之前是脱更太严重了 我以后争取啊 争取不脱更好吧 哎 好啊 也事后不早了 那么今天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啦 各位晚安 我们拜拜